你有没有想过 每次奥特曼在打完怪兽之后 剩下的怪兽尸体是如何处理的 虽然最终 大部分怪兽不是被奥特曼的技能炸上的灰 却是被炸得连灰都不剩了 但有时候 光线玛丽不足的时候 这些怪兽就无法被炸成灰 会散落一地的残肢最快 例如喜欢分尸的矮丝 这时候就得防卫对数码了 历来在许多影片中 都对睡意工作做了些许的描述 最近阿泽参加了西瓜Play 希望小伙伴们 踊跃为阿泽投票 例如在复仇者联盟中 托里斯大哥旗下的公司 只有专门针对外星作战的 战货处理这一部门 他们负责回收外星人的装备 从中钻研外星科技 可以研究出强大的武器装备 还回收外星人的尸体所研究 同时也没人监管 自己偷偷运走一两个 比较厉害的装备啥的 也没人能发现 或者他们还是神接胜负的工作 一次赚两盒的钱 可谓是把钱赚到了机制 而在某些怪兽出现的剧中 例如环太平洋或者哥斯拉 也不乏用某些镜头或者情节 向观众展示了 战后的大怪兽尸体是如何处理的 他们会先提取怪兽身上的细胞 看看有没有什么 对人类有害的病毒或者细菌 再从外表的内部 一步步的分解 加清理怪兽的尸体 相关部门会分为很多部门 大部分都在外卫研究 怪兽的表皮或者肢体 因为是外星生物 所以怪兽尸体的身上 还会有一些新神虫 或者病原体之类的 这些都会被打包密封号 供人类研究 还有一小部分人 会先在怪兽体内 处入二眼化碳撑起怪兽 然后穿上防护服 三入怪兽体内 寻找一些有用的东西 例如怪兽的大脑 内脏之类的 一步步将怪兽知己运走后 剩下没用的东西 则会先做无害化处理 无论是焚烧还是掩埋 然后对周周的环境做出产药 看看环境有没有被污染 或者是病毒之类的 当然 导演只是给我们看个大概 更为清晰的怪兽处理 咱们是看不到了 不过你知道在奥特曼中 那些防卫队是如何处理怪兽的吗 奥特曼中的怪兽异常的多 几乎每集都会出现一只 如此多的怪兽 怕不是一只刚打完 还没处理好尸体 另一只就出现了 之所以都能跟得上节奏 而归功于奥特曼的帮助 和防卫队的处理方法 对于防卫队来说 打怪兽是一件简单的事 真正让他们头疼的 则是战后的怪兽处理 因为一个不小心 就会量身纳祸 有时候还好 奥特曼的必杀光线 马力足的时候 怪兽会被炸得连扎都不少 也省得他们心理了 除此之外 就需要他们大量的工作 来清理怪兽尸体 而每一只防卫队 都有他们不同的心理方式 在提加中 就很好地跟我们展示了 一种处理方法 大局是烧掉 对于怪兽死在了沙滩上 尸体腐烂的臭味 引起附近虚名的墙里抗议 甚至臭晕了几十个人类 民众要求政府赶紧烧掉 另一方面也怕对海洋造成污染 不过在这之前 虎姐要先收集怪兽的细胞样本 胜利队很快想到了命令 让大谷和丽娜 插着战机吊起怪兽的尸体 可因为腐烂 怪兽尸体难以被吊勾托起 刚到空中没捞酒 就吊下来了 更为恐怖的是 怪兽居然复活了过来 还朝着士气走去 中方立马下令 让新尘和大谷射机拦住虚弩 可谁只导弹都被怪兽吞噬 为了阻止怪兽的脚步 他们只能利用热射线融化怪兽 有一说一 属实下饭 虽然限制出了怪兽的行动 但由于融化 怪兽体内的导弹也显露出来 中方查询到后 赶紧下令让新尘拉伸战机的高度 要不是有两年卖的坠西攻击 这波新尘可就散了 被这么一搞 怪兽又换了个方向 逃别的城市充许 关键时刻 还是大谷出现变身低渣 一手再配猫攻陷 将怪兽炸传了飞灰 上文向大家展示的 是怪兽尸体 还完好无死的情况下的处理方式 孟米欧斯中 曾是对怪兽体验的处理方式 因赛克塔斯被乌因塔姆消灭 但战场四周 却留下了因赛克塔斯的体验 纵使防卫队对这边地区 进行了全华位的消毒杀菌处理 但还是晚了一步 因为四处游荡的鸟山副作官 在防卫队还没消毒之前 不小心踩到了因赛克塔斯体验上 而体验中 由于是因赛克塔斯幼虫 侥幸随活了下来 通通咬山副作官的鞋子 寄生在了他身上 硬身身上的这级剧情 延长了20分钟 要不是盖茨中人 协助蒙比欧斯 打败了后期长生成熟的因赛克塔斯 咬山副作官 高低得被打锅 你知道如何解决战后怪兽的实体吗 可能上文说的这些方法 比较不切实际 但Nexus作为最真实的作品 他的处理方法 相似一定能作为参考 在TH医生兽 被防卫队解决之后 处理石器的专项小组 立马就赶了过来 他们身穿防护服 一边对怪兽的碎块 进药本材药 一边喷洒消毒液体 进行全放位的杀毒处理 还对附近的环境 进行了消杀处理 不放过一钻一瓦 可以说是非常到位了 当然 我们的Nexus 每次打完怪兽之后 都处理得很干净 不是打成灰 就留在梅塔领域 一点不会对人类世界造成影响 还有在泽塔中 防卫队会先将怪兽散落的碎块 装入特殊的实验桶中 然后又扫描一次扫描地面 看它有没有一些漏掉的地方 如果一个不注意 而且有害物质 就很有可能会造成周边环境的一边 被其人显到的话 后果更是不堪设效 而在最近新出的一个整合电影中 就出现了个为真实的一幕 那时的地球防卫队 为了处理怪兽实体 想了无数的办法 甚至还一度想摆烂 打算为液弹将其冻住 然后改造成一束景点 如果成功 似乎大幅增加旅游所带来的收入 可事不予愿为 怪兽平动不住 体内的温度居然莫名升高 还长出了一个巨大的农包 农包的爆炸 使得恶兽更为浓烈 由于怪兽倒在了河流中 高层决定炸了上流的大坝 利用强大的水流 将怪兽冲入大海中为鱼 好家伙排入大海 躲躲地讽刺 但他们高估了水流 怪兽实体 只是被冲出去了几十米 离大海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 迫不得已 高层只能决定 用导弹将它给炸了 虽然会污染环境 但会再简单粗暴 随着导弹的发射 关键时刻 男主巨人当上化为光 便是某位光之巨人 将怪兽的实体 带上了外太空 好家伙 看了那么多解决办法 你们这一届 属实不带行 还得奥特曼来给你们擦屁股 有空得多随学 其他防卫队的方法 那么 你觉得哪一届 防卫队的处理方法最好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阿兹 我们下期再见